刚出道就演女主角,拍戏从不用替身,才23岁就把自己嫁出去的,草根明星要在娱乐圈立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,或许自己努力一辈子都不如新二代,或者富二代妥手可得的高度,毕竟一出生的资源比普通人要好很多, 另外也需要博乐一个偶然的机会,说不准就会爆红,可是这样的人在娱乐圈又有多少了?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聊聊,刚出道就演女主角,拍戏从不用替身,才23岁就把自己嫁出去了,今天的主人公叫张雅刚开始出演电视剧,就出演了《麻辣女兵》里的汤小米,这部剧更是刷新了所有未试的首播记录,后来又出演了几部类似的电视剧, 在剧中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,演技也是值得认可的,更让人佩服的还是王阳的运气了,因为当时在拍《麻辣女兵》时,制片人正在找一个符合角色的人物,后来就这么恰巧碰上了王阳,那时候的王阳什么都不懂,更不用说演技有多好了,可见这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, 虽然知道自己被选上是被上千卷顾着,也明白自己有几斤几两,意识到自己什么都不会的时候,王阳就开始慢慢努力,为了角色更加鲜明而付出相应的代价,为了角色剪掉了自己多年的长发, 这部军旅戏中有很多动作难度都非常大,而且王阳又是出处矛盾,但王阳在拍动作戏的时候机会不会用到替身的, 什么都要坚持自己去练习,就凭这份精神,就应该值得赞赏,另外在和张云龙合作的《神选小七》里,他的表演也很出色, 所以被上天眷顾的人除了运气之外,还需要自己的加倍努力,还值得别人这么看好你,如果照这种发展趋势的话,王阳在娱乐圈的前途不可限量, 可是在2014年的时候,在拍戏时认识了自己的老公吴威,两人便悄悄走在了一起,后来又因为共同爱好、旅行,走在了一起, 在恋爱的第一年就走了十多个城市,在一起的几年时间里,他们已经不知道走过多少城市了, 后来两人于2015年领证结婚,也许没有适合结婚的感情,只有适合结婚的年龄, 这句话刚好在两人身上体现了出来,即使事业再好,也不能阻挡自己要爱情的心, 不知你对王阳刚出道就做女主,年仅23岁就结婚有什么看?